歡迎光臨 好,主席不好意思,麻煩部長 好,請部長 部長,因為上一次講到因為宣布疫情在上升,那這些補償辦法也已經出來,申請須之也出來,但本席還認為有一些疑議 請問一下部長,五月十一到六月八號,目前文化部有沒有盤整,我們現在受到,文化部這個部分,受到疫情衝擊的活動有多少 你們有盤整大概受到影響了嗎,因為你們估了一個補助的經費需求6億元,所以表示你們應該有相關的盤整吧,就是說盤點啊 有,我們有初步的盤點,但是這個是一個概估啦,這個並不是精確的數字 就概估包括從售票平台,還有了解這個比較包括這個主辦的一些團體 那麼還有各縣市政府,那麼那個演出的一些狀況,大概稍微這樣這個盤點之後,所提出的一個預估的金額啦 好,那因為你們這個申請須之說補助以新台幣250萬元為上限 但有重大特殊或緊急情況,經審查小組審認,以及本部認定者不在此縣 這個要請教部長,什麼是重大特殊或緊急情況 藝文的展演不是都很穩定嗎 所謂的重大特殊或緊急情況 可不可以請教有沒有人的回答 這個重大可能,舉例說這個部分可能會比較大的一些表演團隊 或者是這個流行音樂 因為流行音樂第一個它的表演場次不是那麼多 但是每一場的人數都很大 那麼所以如果類似這樣的狀況 如果它是完全真的是受到實際上的損害有這麼多的時候 說不定這個就是大家去討論看看 所以這部分本席是建議文化部要把它拿捏好 因為畢竟,否則這樣子 當然你有開一個後門是讓人家覺得說 因為它特殊狀況 但是也會讓某些人會覺得說 你假如是不是跟文化部或者審查小組你的關係比較好 那你的金額就可以再往上加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因為最後所有的資訊都是公開的 所有補助的最後的結果都是上網公開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檢驗 所以這部分當然要提醒 謝謝李委員的提醒 另外一個 補助電影國片商業應演的票房費損失 以及已定黨期受到防疫取消或者延期的這些費用認定 請教部長你怎麼樣去認定這個票房的損失 因為有的電影會賣得好 有的電影會賣不好 所以你們現在票房補助的認定的損失 怎麼樣來認定 然後你每個部的片子你會補助超過250萬嗎 這個還是局長願意代答也OK啊 那麻煩我們請局長跟委員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這個方案是針對賣票的損失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要求他們要附上那個廳 就是賣票這個廳他改成梅花座之後 他實際上賣出的座位數 因為他其實都有售票系統 賣出座位數跟他實際的座位數 我們會去對比他們實際的座位數 然後還會比照他們在上個月 或是上一週的票房去做對比之後我們再補助 所以說你基本上你的基準是用他上一週或上一個月 前面的東西再來做一個 對 好了解 參考相關的片型 類似的片型他可能在過去的票房 我們都會一併做參考在補助 片子拍好了其實他放在那裡 他以後還可以演 但是現在 反而倒是有一些他現在正在拍的人 那正在拍的片子 他們現在因為這疫情 然後把這個整個拍片的工作中斷 那這相關人員的費用啊或者這一些部分 不知道部裡面有沒有相關的一些做法或者 還是這一塊現在沒有 那個跟委員報告也謝謝委員關心 這一塊呢 就會在300最快的時間來處理這個部分 好所以這一塊喔就是說 本席單間有提一個就是附帶決議 就是希望文化部在這一塊要能夠注意 因為畢竟反而是你要是已經拍好的 你就是把片子往後延一下嘛 那基本上就是讓大家感覺是有損失沒有錯 但是損失比較小 反倒是現在還在拍攝的這些片子這些進度 那讓大家會覺得很辛苦 因為畢竟整個工作要停頓 然後人員相關的費用啊 這個部分還是要請文化部來做 所以3.0的部分這些投入的人員的費用 都會有相當程度的一些補貼 好那所以這個部分 那再請教一下部長 因為您剛剛談到3.0的這個部分啊 您的規劃因為您已經有一些構想了嘛 您剛剛說從1.0到2.0 3.0 那您有沒有預計這一次準備 要跟行政院來爭取多少的預算來做這一次的3.0 我們已經有估出一個數字 現在報行政院 當然最後是不是可以分配到這麼多 我們都簡單講 你可以大致透露一下嗎 一定會比這個 數位1.0 2.0加這個 那個一放券 所有的好加起來 這50點 會比50.5億多啦 就高於50.5億 對對對 但是行政院院裡面合怎麼樣 那當然還是另外一個 對對對 因為這個是行政院是他做整體的考量嘛 整體考量嘛 好 了解 那另外一個部分啊 我想今天因為又牽扯到 有一些預算的解凍案啊 這個部分 因為文化部主管一百一十年的預算解凍案 其實二十案啦 解凍金額其實只有兩億多啦 是 那 本席就直接講有解凍的必要嗎 其實只有兩億三千四百二十四萬耶 七千元 那現在疫情又有點嚴重了 您覺得有這個解凍必要 我直接講一下 您看這十八案 當然這個就一億嘛 就是所謂的那個雲英平台啦 因為雲英平台現在已經延宕了嘛 對 所以其實這一億 因為今年十億 對 其實我們當時動了一億 九億今年不夠花嗎 一定要 跟委員報告這個 這個 主辦的一旦確定之後 其實要用很多的錢 包括 有一些 設備 人員 主要的是人員啦 人員 還有一些 這個 這個 就是說 節目的一些製作 還有一些節目的 一些這個包括 重製啊什麼的 都要立即的去進行 這些都立即都需要很多的錢 而且 我覺得這部分 因為這個是一個國際的平台 所以對於未來這個節目的成本 會比較高 為什麼會比較高呢 因為它是一個 叫做西西授權 希望能夠做到 全球授權的這樣的程度 那人家做到全球授權的這個程度呢 那麼它的預算 那個就是會要比較高啦 那這部分啊 大家也跟布朗講 本席其實是建議啦 因為 國際已經串流平台啊 中央社獲得審查委員會的決議通過了嘛 是是 那中央社是絕標的一個對象 那現在也在議價簽約啦 對 那預計 好像是八月左右來上限 對 所以 本席當然想要提一個建議是說 是不是簽約以後 由中央社來報告執行計畫以後啊 再來解凍這一個一億元 部長您的看法怎麼樣 謝謝委員關心啊 不過我想說 我們先給他充足的子彈啊 然後我覺得啊 下個會期如果邀請文化部啊 還有中央社一起來 為這個事情做報告 我也覺得是合理啦 但是先請委員啊 就是預算方面啊 先 先給我們空間啊 那 好啦這個 部長你們在思考 謝謝 那當然一個二十人團隊啊 因為本席講很多次啊 是 那我也看到當然是列為密件啦 是 那請教部長這二十人的年薪總計多少錢啊 那專業都符合嗎 那本席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有時間已經到 我 我只講一個問題啊 因為其中有一位的 都導他的 核稿的編輯啊 他是會計師事務所的經歷耶 他是做會計師事務所 但是他現在確實是我們 國際影音平台的核稿的編輯啊 所以他的專長跟他的 這個工作的經歷啊 是 所以我倒是建議 當然我知道您一定授權底下 他們努力去好好做 但是 我也給 我也給 部長一個建議啦 因為 假如說的確 還是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因為主席已經站起來了 所以 這個部分啊還是要請 請華部多費心 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李委員 謝謝 好謝謝李德偉委員 謝謝部長